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逃亡美国的大陆富豪郭文贵于15日在纽约被捕 罪名是策划了一项复杂的阴谋 从他的数千名网上追随者那里骗去了至少10亿美元 这几天美国各大主流媒体都用了比较长的篇幅来谈论郭文贵被捕事件 其中有关郭文贵的后台更是再次受到关注 综合媒体报道 早年郭文贵能在北京两宗土地的争夺战中 接连打败军方保利地产和国企首创集团 背后都有江泽民的大秘 贾廷安的影子 郭文贵在海外是一个有争议的辅商 据了解 郭文贵涉嫌受贿罪于2014年逃亡海外 2015年依据美国 2017年4月被中共通缉 郭文贵在逃亡美国期间多次在社交网站上发言 及接受外国传媒访问 大爆中共官场 贪腐内蒙 但很多消息至今无法获得证实 3月15日 郭文贵因涉嫌欺诈等多项罪名 被美国联邦检察官逮捕 检方指控 郭文贵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美国 利用了他在网上积累的数十万粉丝 为他的加密货币媒体和其他公司招揽投资 美国检方称他骗取高达了10亿美金 震惊外界 那么郭文贵后台的老板究竟是谁呢 据已经停运的大外宣多维网早前报道 北京市北四环外 毗林鸟巢和水利坊 有一幢以火炬造型的大楼处立其间 这即是被外界所熟知的盘古大观 在郭文贵逃美之前 公众当中很少有人知道 这位盘古系的实际控制人 郭文贵逃美后呢 其发家史被媒体曝光 舆论风口直指传闻背后的贾廷安 报道说呢 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 源自于其发家史与江泽民的大秘贾廷安 有牵扯不断的关联 郭文贵从一个草根个体户到富豪的华丽转身 完全是因为靠上了军中河南帮重要人物贾廷安 据公开资料 贾廷安1989年11月任中央军委主席秘书 1999年4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 2003年12月起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2007年任总政副主任 2016年1月任新组建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2018年2月24日当选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4年6月晋升少将军衔 2005年晋升中将军衔 2011年7月晋升上将军衔 报道说呢 值得注意的是 郭文贵控制的摩根投资 政权制业分别在2006年 在盘古大关2008年的金权广场两个地产项目中 击败了首创制业和保利地产 对于熟悉中国政商情况的人来说呢 首创制业呢 是北京市国资委所属的特大型国有企业 保利地产呢 则有中共军方背景 郭文贵能击败这两个商业对手呢 如果没有非常手段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此外呢 郭文贵旗下的这个政权控股 还在2011年成功以16亿元的第一架 将民族证券收入囊中 这样的白菜价收购 让人相信背后存在着官商勾结 鉴于此呢 不少观察人士认为 郭文贵背后有着巨大的政治力量 负其左右 分析认为呢 假庭安与郭文贵有着特殊的关系 也在于2015年年初之时啊 中国大陆最敢放胆直言的 炎黄春秋在新年第一期中忽然大肆爆出猛料 近乎以直接点名的方式揭露 贾庭安与已落马的原海军副司令 王守夜之间的关系 文中称早在2006年 王守夜落马时就有传言称 王守夜古郡山背后都有贾庭安的影子 然而几天之后呢 我认识的贪官王守夜 遭到了炎黄春秋网站 以及中国大陆各门户网站的删除 尽管郭文贵时常陷入各种商业纠纷的漩涡 且多次遭人举报 但此前都安然无恙 对此分析称 郭文贵很可能是贾庭安的白手套 贾通过郭获取巨额经济利益 甚至将其变为自己政治博弈的棋子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纽约客对郭文贵的报道 纽约客通过长篇报道呢 对郭文贵发迹使作了一个全景式的介绍 首先呢 讲述了郭文贵出生于1970年代 在山东省平原的一个叫西曹营村 国家有八个孩子 郭文贵小时候 除了口才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天赋 报道中称呢 郭文贵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 当中国记者后来探究他的背景时呢 一位老师回忆说呀 他领导的小团伙 主要是打架赌博追女孩 郭文贵13岁就辍学去卖衣服 卖电子产品 到了1989年 他被关进了监狱 郭文贵的解释呢 是他卖掉了自己的摩托车 给参与八九抗议活动的人士 寄去了3600元人民币 当警察逮捕他时呢 他的弟弟反抗遭到射杀 郭文贵因此服行了22个月 据报道称呢 实际上郭文贵当年的判决书中 并没有提到政治活动 而是将他的罪行列为欺诈 他在当地买卖汽油欺骗了买家 纽约客报道说呀 郭文贵蹲了22个月监狱 出狱以后呢 在一个狱友的介绍下 在香港认识了一位名叫夏萍的女扶商 给其当司机 1993年20多岁的郭文贵开始经商 后来呢 在河南省会郑州建造了一座大酒店 2002年左右 郭文贵将注意力转移到北京 他因为做买卖出手大方而出名 据称郭文贵为争取到一位监管者的批准 在这位官员走出公寓时 发现一辆新的跑车在等着他 车的储藏格呢 有一张礼品卡 里面有相当于几十万美元的存款 2006年呢 郭文贵意图为即将举行的 北京奥运会旁边的一块土地 获得批文时呢 遭到当时北京主管的副市长 刘志华的拒绝 为了报复刘志华呢 郭文贵拿到了一盘刘志华与情妇的 不雅录像带 上交给北京当局 刘志华最后被指控腐败和生活腐化 被判死缓 郭文贵得到了他要的批文 他从河南郑州的一个开发商 摇身成为了北京有影响力的开发商 纽约客报道中称呢 中国安全部门官员马剑 是一个拥有保险箱秘密武器的人物 中国安全部门长期以来 一直在培养与民营企业的关系 这些所谓的民营企业人 是能够分享一些信息 甚至能够分享利润 以换取保护 当郭文贵遇到马剑时呢 他已经熟练的借用了政府的权利 郭文贵结识马剑之后呢 从安全部门的联系当中获益 当一个叫曲龙的人 试图举报郭文贵时呢 就被马剑的部下官员逮捕了 并送进了监狱 这在郭文贵的商业对手当中 形成了可怕的声誉 甚至郭文贵手下的一些雇员 也很害怕他 北京新京报曾经想报道 郭文贵所开发的盘古大官 但被指示称 这涉及到国家安全不能够报道 纽约客报道中称啊 郭文贵并不是2017年流亡美国以后 才成为美国政府和美国情报机构的座上宾的 郭文贵与美国情报官员接触最早时间 可以追溯到2009年 当时担任中情局北京站的站长 兰德尔菲利普斯与郭文贵有联系 菲利普斯当时就了解到 中国军方的秘密部门的负责人 经常会在郭文贵的酒店安排会议 这表明情报官员认为 郭文贵的酒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后来郭文贵开始直接与美国官员交谈 一位前美国政府官员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说 美国大使馆和郭文贵第一次打交道的时候 他用的不是这个名字 而是用麦尔斯国 郭文贵自称是太子党 美国大使馆还据此提交了几份电报发回美国 但随后做了调查 美国人很快就发现这是假的 但美国人继续与郭文贵联系 美国驻中国的这个外交官 定期与郭文贵在酒店进餐 郭文贵向美国的外交官们 提供一些中共官员腐败的情报 报道还披露了郭文贵出逃中国的过程 当时中共寄见官员 想在马剑的办公室抓郭文贵 有一天呢 郭文贵正在马剑的办公室的时候 马剑的高级助手告诉郭文贵 你得赶紧走 郭文贵就立即飞到了香港 后来又从香港逃到了伦敦 郭文贵在来到美国之后呢 他做的视频直播节目中啊 有意无意的透露 他与FBI联系很密切 还经常开会 纽约客在报道当中呢 也试图挖掘郭文贵 究竟与FBI是什么关系 报道中称呢 在世界各地 FBI保持着数以千计的 正式和非正式的消息来源 FBI的线人包括从政府的官僚 到监视街角人流的擦洗浆 有两位熟悉郭文贵的美国情报人员说 郭文贵向FBI介绍了 中共领导人的财务状况和私人生活 一位前FBI官员回忆说呀 他知道谁有女朋友 谁有男朋友 郭文贵还向FBI 透露习近平女儿在美国上学的情况 但美国中情局分析家认为 郭文贵是个不能够保守机密的人 一个FBI官员说 有关郭文贵的事呢 如果你问十个不同的FBI和中情局的人 你会得到七个不同的答案 这不够好 但没有一个消息来源是完美的 郭文贵2017年来到美国以后 他引起美国社会关注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所谓的爆料 郭文贵在这种爆料当中提供的 往往是未经证实的指控 他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几十万粉丝 其中大部分是海外华人 郭文贵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连续爆料 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中共似乎对郭文贵做了妥协 把郭文贵的老婆女儿送到了美国 纽约消防局周三报告称 在郭文贵被捕数小时后的中午左右 他所在的公寓楼发生火灾 这表明了该案件的复杂性 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表示 火灾正在调查中 2019年郭文贵在YouTube直播时 感叹他的故乡容易发生惊人的欺诈案件 并指责共产党培养了一种欺骗和宣传文化 郭文贵用中文说 我们国家相信骗子 只有骗子才有生存的力量 熟悉中共的人呢 莫过于中共体制内混的人 也莫过于这些中共高官的白手套 或者是跟中共官员过从甚密者 有的人天生就是骗子 适合这个体制 有的人呢 是慢慢变成了骗子 来适应这个体制 而有的人呢 则骗够了体制内的人 再去骗恨这个体制的人 已经成为了双面骗子 还有的人呢 为了逃出这个体制 而有意成为骗子 成为骗子的目的 居然是为了有一天 逃离这片土地 不再骗人 无论怎么样呢 这个体制都是一个 不骗不成器的体制 所以这个政权培养出的很多人 不爱听实话 爱听假话 只有铲除了这个体制 才能让这个世界露出善良的本色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